谢谢主席 部長 上去年發生了一件讓我很難過的事情 就是有一個不到一歲的小baby 在一個拖嬰中心當中死亡 那監視的錄影帶因為那個小baby 所身處的地方在死角沒有錄到 但是監視錄影帶看到其他照顧baby的方式 顯然有不當對待的方式 包括拍擊球 頭部等等 那父母發生這樣子的悲劇以後當然很難過嘛 那接下來就要追究法律責任 送到醫院的時候 醫生他所開出來初步的診斷 在急診的診斷證明是疑似呼吸道主射 然後檢查出來到急診室的時候 鈉離子高達13 那這個比正常的鈉離子 甲離子高達13 這比本來正常的甲離子高非常非常的多 那也符合就是說因為窒息而死亡 在病理上面基本上面的診斷 那核心的關鍵是什麼 核心的關鍵是說 後來檢察官在整個偵查的程序當中交給 法醫研究所鑑定出來的結果是因而猝死 是因而猝死 那你可以想像 父母從急診 從醫生那邊得到了這樣的意見 結果法醫研究所出來是猝死 家長一定沒有辦法接受 我現在沒有說誰對或者是誰錯 但是醫院的報告我看過了 但是我現在有一個讓我非常狐疑的事情是說 那家長他們媽媽就跟地檢署要求說 那法醫研究所你做的鑑定 到底是怎麼鑑定的 那你總應該要接受檢驗嘛 要求提供鑑定報告 但是 檢察長說這是屬於偵查不公開的範圍 這個是我們實務上面向來所採取的見解嗎 因為我自己的小孩子死了 然後送到法醫研究所裡面去鑑定 鑑定出來的是因而猝死 然後在醫院的急診室 告訴我的是窒息呼吸道阻塞 然後病例檢驗報告也一樣 那我當然要看法醫研究所鑑定是怎麼鑑定的啊 結果檢察官跟他說這是偵查不公開 拒絕提供 這屬於偵查不公開的範圍嗎 呃 跟委員說明 如果還在偵查階段 當然也許不宜啦 但是如果偵查告一段落 已經結束了 偵查到階段不宜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還在偵查當中 好 那第二個 那在偵查程序當中 家屬可以向檢察官申請第三方鑑定嗎 他可以提出這樣的需求 那他提出了這樣的需求被檢察官駁回 檢察官說沒有必要 我就是要以法醫研究所的為準 那這樣的家長能夠怎麼辦 這個恐怕是個案情節有檢察官 這個我當然了解是個案的情節嘛 那但是我要拜託部長回去檢討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一般那個人死掉啊 的解剖報告 那或者是 到底死因是什麼 對其他人偵查不公開 這我百分之一百支持 但是事實上學者早就在倡議說 這個對自己的家屬 自己的親人等於是 在這個被害人當中 在刑事訴訟法上面有告訴權的人 不應該有偵查不公開原則的適用啊 這個事情我當然尊重啊 你們看要怎麼樣去研議啊 但是刑事訴訟法的學者 都已經提出這樣的呼聲 在實務的運作上 從偵查不公開的立法譯子 我完全想不到說 一個一歲的baby死掉 結果法醫研究所鑑定出來是 嬰兒猝死 然後要對家長不公開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你總不可能 要說好 那我先做不起訴處分 那我再把那個 檢驗報告給你 你如果來得及的話 那你去申請在意 但問題是申請在意的時間有多久 他可以在那麼短的時間當中 馬上找到專業的醫生 幫他提出second opinion嗎 部長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充分了解啊 所以死者家屬的心情我可以 充分的體會 所以如果在案子在進行當中 不違反偵查不公開的情況下 對嘛 現在我就變成是偵查不公開 到底是一個多大的保護傘嗎 他的立法意志是什麼嗎 是 他的立法意志是 不要讓小朋友的媽媽知道 小朋友是怎麼死的嗎 我雖然不是刑事訴訟法的教授 刑事訴訟法我也念過啊 這跟偵查不公開要保護的法意 跟意志到底有什麼關係 如果沒有關係的話 本來就可以提供讓家屬了解 對啊但是問題是現實上面就不是在這樣運作的啊 他跟家屬說明的方式就送你五個字啊 偵查不公開啊 然後我對於這個報告我看不到 我不服我要申請再鑑定 檢察官說我要以法醫研究所的為主 這個如果是你的小孩 你的心情會是怎麼樣 更何況這個跟偵查不公開到底有什麼關係啊 他到底要保護的法意是什麼 法務不願意檢討嗎 願意 好 接下來一個就是我更看不懂的事情 那個國安局跟華航聯手走私私人的案子 全國花蘭大家都非常的痛心啊 那一開始的時候 我一開始在揭發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是公開的 針對台北地檢署 針對證據保全有哪些事情要做 我向來都是公開的提出呼籲 啊我也給檢方偵辦的空間 都讓你們去偵辦 那偵辦到今天喔 我看不懂的地方太多了 我一個一個來嘉儀請教 第一波 9797條的私菸有很清楚的 把它列出來 但是賣的總共有109條 其他的菸到哪裡去了 我先從第一個問題啊開始問 請問台北地檢署什麼時候知道華航的員工 黃香妹超買私菸 這個我7月的時候就已經講了 什麼時候知道他超買私菸的 部長你知道嗎 個案上我不會去 台北地檢署的檢察官有來嗎 對啊但是針對這個個案 你們台北地檢署 不曉得是為了什麼目的 倒是發了很多新聞稿幫很多人澄清嘛 那我就不知道你們的天秤在哪裡啊 你要偵查不公開就真的偵查不公開吧 那你不要左手偵查不公開 右手有特殊政治上需要的時候 發新聞稿帶風向洗白嘛 台北地檢署的今天有來嗎 台北地檢署的代表 是 來請問台北地檢署偵辦這個案子 我7月開記者會要你們去追 黃香妹的私菸 請問你們什麼時候知道他超買私菸的 是 那跟委員報告 那因為今天檢察長請假 那由這個由我來代理 那就這個部分 那詳細的內容在不違反偵查不公開的範圍內 會再以書面儘快跟這個委員這邊 好我今天就提出 就直接提出疑問再麻煩台北地檢署 不要跟我書面回覆啊 公開讓社會大眾知道 第一個 我7月開記者會 要你們趕快保全證據趕快去追 根本沒有去追啊 從你們起訴書所記載的犯罪事實 完全知智不提啊 等到兩個禮拜前 立法院開議我公開提出質詢的時候 結果是9月24號 關務署急急忙忙的去搜 在民宅搜出來 在民宅搜出來 請問你們一開始的偵查作為真的有認偵查嗎 第二個問題 這個煙怎麼帶出來的 這個煙是黃香妹叫她的下屬喔 開著華航的公務車 由免稅區載出來還載到人家的民宅裡面去 來請問一下台北地檢署 這個沒有違反稅圓激增法嗎 請回答 這個沒有違反稅圓激增法嗎 當初你們不是發個新聞稿 說稅圓激增法要有積極的行為 有詐數 才會構成41條 這你們發的新聞稿啊 為了幫特定的人洗牌 這種新聞稿都發的出來 那我現在就直接問你嘛 叫自己的下屬從免稅倉庫 結果又不正常的管道開著車子出來 這有沒有違反稅圓激增法 這個不需要偵辦嗎 第三個問題 請問黃博偉你們在起訴書裡面說 扣了27條 這個是你們起訴書的內容 但是黃博偉的刷卡單有43條啊 那中間X2的16條到哪裡去了 是犯罪事實偵查不夠完整 不夠正確 還是清典有問題 更荒謬的是什麼 黃博偉被你們扣到的那27條 違反稅圓激增法 貪污治罪條例 起訴 那16條呢 結果呢 你們16條一漏掉以後 我在立法院公開質詢 然後 我們的官務署就那16條科與行政法 所以違反菸酒管理法科行政法 同一個行為 帶43條焉 27條被你們抓到的 碎圈激增法貪污治罪條例 然後你們沒有抓到的16條 後來被我講出來了以後發現 啊怎麼漏了16條 官務署匆匆匆的 補用行政財罰 一個行為 43條焉啊 科與7條用刑法 16條用行政法 這個是什麼起訴標準啊 我已經完全看不懂了 更離譜的事情是什麼 更離譜的事情是 請問你們什麼時候知道林家如超買試煙的 今天台北地檢署的代表知道嗎 知道林家如什麼時候超買試煙的 是那 回答委員就這個部分個案上我不瞭解 謝謝 好 那就麻煩你們台北地檢署 當初誰授權發那個新聞稿的 用同樣新聞稿的規格跟社會大眾解釋清楚 因為你們新聞稿的內容說 他沒有違反刑法啦 只有研究管理條例行政法 那你做了這樣子的一個認定了以後 大家就在質疑啊 法律上面的天平是不是一致 還是特別的人有特殊的待遇 你什麼時候知道他超買試煙的 接下來的刑事訴訟程序 你採取了什麼偵查作為 還是等我質詢了以後才知道 啊 啪康了 當初我們要蓋沒有蓋住 被抖出來了 趕快衝衝發一個新聞稿 說他這個漏報啦 消極行為啦 沒有涉及刑責啊 這是你們9月26號台北地檢署發的新聞稿 好 下面的問題就來了 這個是台北地檢署的起訴書上面所載 是用貪污治罪條例的適用喔 其等未圖自己其他人的不法利益 明知違反法令利用隨統統出訪的機會 訂購大量的免稅菸品 再利用反國當日理喻通關機編行李 免驗放行的職務上機會 將購買於法定免稅數額之菸品 混入機編行李免驗出關而獲得利益 和其等所為 軍令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 非主管及監督事務的圖利罪 其他的軍人 全部都用這個 貪污治罪條例被起訴啊 那我現在就要請教一下我們的法務部部長 在同一個案子裡面 法規適用的標準可以不一樣嗎 這要看個案的情節啦 每個人所犯刑的狀況也許 現在我就在跟你講啊 這個是台北地點署起訴書的法律標準啊 那我現在就把這個法律標準含設到 你們的新聞稿裡面所講出來的事實嘛 他如果不是隨總統出訪 他可以藉由禮遇通關出去嗎 他不藉由禮遇通關三十幾條煙帶的出去嗎 這不是利用職務上的機會 什麼是利用職務上的機會 面對個案質疑的時候 那你們就說這個都是偵查不公開 不對個案表示意見 不會啊 你們要幫人家洗白的時候 是大辣辣的什麼 發新聞稿啊 發新聞稿以後讓大家看不懂 奇怪你們新聞稿的標準 跟起訴書上面所載的標準 都是利用職務上的機會啊 都是公務員啊 都是非主管監督的事物啊 利用職務上面的機會 圖利自己或他人 這就是貪污治罪條例 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啊 難怪你們這樣適用法律 連檢察官都看不下去 直接跳出來罵 請台北地劫署解釋清楚 法律的天秤一致嗎 法律的天秤一致嗎 還是那些低階的軍官 用貪污治罪條例沒有關係 總統府的高官不可以 不是都是公務員嗎 不是都是利用禮律通關出去的嗎 沒有利用這個職務上的機會 淹帶的出去嗎 一個用行政法 一個用貪污治罪條例 你要其他被起訴的人情何以堪 我們還是法治國家嗎 今天我這些問題 我相信台北地劫署的代表 全部都聽到了 我希望台北地劫署 用同一個規格的新聞稿 一個一個解釋清楚 什麼時候知道的 為什麼採取不一樣的標準 這個為什麼不是貪污治罪條例 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 為什麼發這個新聞稿 好 好 謝謝 請何志維委員來替我主持